真的没想到 我们国内上半年 新能源车卖得特好的 来让数字说话 国内新能源车 跟您报告 新能源车 节能车 都是一样的 它分为电动车 电动车所指的就是 你那辆车全部都是用电的 有电车就是有油 也有用电 就是跨足到节能车 是相同 你看从2017 18 19 20 这是去年到今年的上半年 到今年的上半年 光这个销量数字 长老师请上来 就已经比2017到2020的 一整年有的都来得多了 如果下半年 能够跟上半年这么好 那么今年请看 今年的电动车 将可以卖到7338辆 然后油电车是61700多辆 都是2017以来史上最大辆 反而看好的新能源车供应链有 台办 蓬城 聚合 强貌 顺德 康普 美其马 中碳 同志 返甲 来看子昂老师第一章 为什么我们台湾的新能源车 反而销量跑得快 好 这里头有一个密码 这个密码就是渗透率 站稳10% 对 因为它是人类的一个 200年来的一个很有趣的消费行为 只要渗透率站稳10% 一定会大爆发 所以你看去年 去年整体的车大概是50万辆 电动车就占了10.6% 已经站稳了10% 是不是会大爆发 所以你看才短短半年 你看渗透率就到15%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消费现象 好 那上半年里面 我们看哪一个成长最多 到底是电动车成长得快 还是油电混合车成长得快 今年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上半年整体是成长5.7% 但是油电车成长了95% 那除了渗透率站稳10%以外 当然还有三大理由 第一个 因为你电动车要充电 所以各位观众到中友去看 可以看到中友已经有越来越多的 充电的设备 充电桩了 对 那第二个当然是节能减碳 民众为了环保因素 接收度也越来越高 最关键的是车商 车商现在都导入了新的车款 不信我们看下一页 等一下 要看新车款之前 我先问一下 所以长老师问您 如果我们台湾 因为台湾现在的充电设施 还没有到全面普及 充电桩也还没有到百分之百就定位 如果充电设施 充电桩都不建好的话 那么它的成长力道 应该都大过它了吧 过那当然 对 就不加油了嘛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新车款都推出来了在这 我们来看新车款 当然台湾第一大占有率的 就是Toyota 丰田 丰田你看它今年 推了三款新的油电车 三款 三款 我现在讲的是国产化的 三款的 而且上半年就销售了上万辆 连增一倍 这一台 我们上次赵家有讲过 如果国产化所指就是 车子除了核心的心脏之外 马达之外 就是引擎跟马达 其他都在台湾 其他都是台湾做国产化 所以这个丰田这一辆卖怎么好 本田呢 那丰田是台湾第一个国产化的 对 HONDA是台湾第二个国产化的 它预计九月会上市国产化的油电车 所以目前现在是八月 所以下个月就可以看得到了 好 那我们来看 Toyota台湾的总代理核泰 核泰它推了这款车 这款也是那个油电车 这个颜色我在路上看过 我想说怎么这个蓝 这个是Tiffany蓝吗 没有 它有点偏绿 有点偏绿 这个颜色因为太特别了 很醒目 这一辆新款 它有两个特色 这油电车一公升可以跑一百公里 这样算多 当然啊 一公升 不好意思 因为我没有开车 所以一般是多少 一般一公升 二十几 一般是一公升跑二十几公里 汽油车 这个是一公升可以跑一百公里 是一般的车子的五倍多 是五倍 它为什么这么厉害 因为它是油电 可能大家在性能上面 搭配得非常好 第二个特色 价格不到一百万 性价比高了耶 对 所以预估今年 希望能够倍增到五万 那个五百辆 五百辆 销售量 宝石姐 好 刚刚这三款车 都是油电车 宝石姐推的是 纯电动车的跑车 它跟特斯拉不一样的是 特斯拉是一般的轿车 那宝石姐推的是 纯电动的跑车 那今年才开始卖 就立刻跳为 台湾电动车的第二品牌 因为刚刚都是国外的车厂 台湾本地的车厂 当然是育龙 就是育龙车跟中华汽车 所以育龙汽车也发觉 有这样的一个大变化 所以未来它要聚焦在 新能源车 而且他们董事长 严陈丽莲有说 日后玉融集团 在新能源车会更加快脚步 那它当然 别人都是用油电 那它多了一个叫做 插电式的油电车 这什么 好 我们油电车 就是你在开的时候 它也可以充电 也可以充电 所以你不需要插电 等一下我们车子油电车在开 为什么可以充电 因为你可以把车引擎 它不是在跑吗 甚至你刹车可以把动能转成电能 漂亮 所以油电车在开的时候 那些的动能自己还可以转成电能 对 也可以充电 但是有使用寿命 那颗电池大概差不多八年就要换了 那八年也很久了 是 主要是省油 一般是这样 那这个插电是什么 那插电它就是可以 你晚上停在家里 你就插电 目的是要延长电池的寿命 就是一回家要休息了 就让油电车就开始充电 充电 然后晚上回来睡觉之后再来充电 让它一直保持着有电能 OK OK 好 那当然它也会自主研发新能源商用车 因为中华汽车很多是推商用车 那它也加入鸿海 它加入鸿海是要发展中华汽车的自主的品牌的新能源车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新能源车刚刚已经讲了 它渗透率不大是暂稳 去年就暂稳百分之十了 所以今年上半年就已经到了百分之十五 所以我们预估它的产值 经济部估一定会破百亿 这是全台湾 全台湾 因为去年就九十七亿了 所以今年一定会超过百亿 那因为刚刚瑞涵你也讲了 整部电动车里面 台湾能做的非常多的是零组件 除了引擎以外 那零组件里面 例如SMT的是台办 车用IC的是棚层 车用sensor的统治 或者做leaframe导线架的顺德 OK OK 等等的这些都会有很大的伤机 我们差不多看一下车用电子的通通好不好 因为电动车 能源车 全世界都在推 只有走的速度快跟慢 台湾现在没想到 这个遇过了甜蜜销量的百分之十 市占率之后 现在的渗透率在加快 你看电动车车用电子相关概念股 最近都一点点买盘加温 好 我感谢子昂老师 非常谢谢您了 请回座 这个开心 我还在想说我们台湾电动车 充电桩 什么时候能够完全普及 我告诉你 只要那个油电车 电动车 卖的量越来越大 消费者consumer 需求一狂 充电桩就一直装 一直装 大家都要朝这方向努力 开始整理一下 从建成来讲起 产业消息今天多空分层 好消息是在这儿 华瀚 联发科 威盛 他们跨组到进行合作 跨组到AIoT AI 人工智慧 IoT Internet of Everything 就是物联网 三家公司各自有它的统筹范畴 联发科擅长是在IC设计 再拿5G晶片它来设计 晶片它设计 威盛擅长是在软 还有作业系统 软的部分云端 AIoT 软的就交给威盛 通路部分硬体的部分 就交给化汗 因为它是工业电脑 主要的供应商 所以软的硬的 还有包括了设计承包了 这下去今天股价 大概都有动了一下 但股价不动的是在笔电 因为刚刚建成说的好 这个用Google 作业系统的Chromebook笔电 先进国家 美国 欧洲 日本 去年疫情太过严重 所有的学校大概都买了 怎么可能昨天买笔电 去年买笔电 今年就坏掉了 不可能 所以这种耐久财的 通常都用比较久 才会下修了 大砍了它的订单 而且这个笔电里面 需要记忆体晶片 难怪记忆体晶片也被看坏了 美光相关概念股 这些都跟着往下掉了 不过华硕 刚建成说的好 华硕认为 他们桌上型的电脑 PC是桌机 在这块领域当中 会有更多的期待 而且我也觉得 你先进国家Chromebook都买了 可东南亚那些的新新市场 国家还没买 你就转个弯不就可以卖了吗 请你想一想 相关概念股 本一比一这些 刚建成都扫描过 第二个重点是在航运跟钢铁 这个清一色都是坏消息了 航运依疫情影响了 再来船只很大 一下子本来只要到十的货 现在一下子一艘船来个一百个货 请问能够不塞港吗 所以塞货塞港 现在是史上最严重的 还有港口都现在自动化了 一自动化 有的都还没升级 货怎么卸呢 叫人去搬那五库林 不可能的 所以中国大陆 这个宁波周山港 是关闭 关闭是因为疫情 中国中钢 中钢的大马场 也是因为疫情太过严重 所以八月底才有可能会复工 所幸中钢的大马场 在它的总钢品的产量并不多 在建成有说 从母公司再把这个 如果产量不够的话 这些外交市场 从总公司台湾这边 再补货就OK了 这些的概念股 第二个就是刚明泽代道的 第三代半导体 讲白话第三半导体 就是两种化学材料 用它来分别生产长晶 做出了晶片 总之是不相同的 第二张相关的概念股 还有各自我们国内厂商 都已经在做的 您不能不知道 刚明泽有讲 基本很重要 再来第三个就是新能源车 感谢子昂老师说得好 电动车 油电车 都卖得很好 关键在神秘数字 只要一个产品 在某个国家 或在某个区域领域当中 它的销量能够越过10% 这叫甜蜜点 一越过 我告诉你成长幅度销售量渗透率 就会拉高了 这就是一个神秘的密码 我们电动车台湾就越过了 所以今年上半年渗透率就补给率 来到了15% 为什么会有电车 电动车卖得好 因为车商都拼命推 这些的新款车 漂亮便宜 性价比全部都到位 难怪卖得好 最后一个我再顾的是台湾 新能源车的相关供应链 这可是我们台湾的强项 所以日后的未来期待性 我们就盯着看了 以上结论跟人做下分享 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时间都交给国国大哥 今天大盘扣掉了台积电 有涨 不是黑的是红的 涨了25点 所以台股快要这样了吗 但我偏偏觉得 我们从万八摔下来至今 是不是问题出在 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呢 这话怎么说 让国国大哥讲清楚 这话怎么说 感谢观看